大家好,我是刘小胖 哎呀 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啊 特别懒 就是啥呢 我刚 现在是晚上了,刚做好了饭 做的那个 就是炒馒头嘛 那个白菜 那我做饭的时候 我婆婆给我打电话了 问我怎么吃的 然后 有没有吃的了 然后小区有没有被封 因为那个 我之前的话 就不太会做饭嘛 然后我婆婆也知道我不太会做饭 再呢,我就是 我自己不是在家嘛 我婆婆就想着有没有饭呀 就是 因为我做饭不太在行 然后我婆婆就害怕我没有吃了 说让我去 呃,超市啊 买点面包了啥的 奶了,这些的 不放心我吧 还有一方面呢 就之前我婆婆一次 就一直想让我学做饭 但是呢,我就,我真的是 特别不喜欢做饭的 然后我婆婆就说 她以后有小孩咋办呢 因为小区肯定在学做饭啊 但是简单的吧 我做饭是 能熟 反正是 吃了饭不进医院的那种 嗯,好不好吃都无所谓了 反正能做熟 能,能填饱肚子 不知道有没有 你们也是,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小时候都,小时候的话 我爸妈就是 也特别从我嘛 就没让我做过饭 我自己都是看电视上瞎琢磨的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我说婆婆我,我估计啊 背地里肯定说我这媳妇懒的 饭都不做,肯定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一般 一般的话都是点外卖的 平时的话很少做饭的 然后我老公在家的话也是 要么我老公做饭 要么也是出去吃 或者点外卖之类的 有没有像我一类的 反正是慢慢学吧 有孩子的话 以后慢慢再说吧 慢慢这饭肯定是会做的 好不好吃就无所谓了